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在故庚国务院建院九十多年之际 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在北京紫禁城的东六宫中 景阳宫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公园 其他公园的前面是五间 景阳宫却是三间 更奇怪的是 景阳宫还是东西六宫中最冷清的一座公园 景阳宫的冷屁和特殊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今天就让我们到景阳宫去一探究竟 景阳宫居于东六宫的东北部 现在这里游人如智 常年展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精美发廊器 而在过去景阳宫清冷至极 有人说这里地处偏僻所以冷清 也有人说这里风水不好 明代时万历皇帝的王公妃就是在这里被幽禁了近三十年 公元1611年9月13日 一向冷清的景阳宫突然传出一阵骚乱声 住在这里的王公妃病入膏肓 已经进入迷流之境 此时他反复的念叨 我要见儿子 我要见儿子 他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朱长乐 按理说 作为太子的亲生母亲 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 这有什么难的 然而服侍他的宫女们却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皇帝有令禁止王公妃与太子见面 母子亲身 万历皇帝为何要阻止他们母子相见呢 说起各种原因 还得从王公妃的一次奇遇说起 王公妃王室原本是一名普通宫女 她幼年进宫 在慈民宫侍候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 有一天傍晚 李太后亲手制作了一道燕窝小菜 让王室给皇帝送去 万历皇帝看到王室长得体态苗条 颇有滋容 于是私下里灵性了王室 几个月后 王室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李太后私下里追问 王室这才跪在榻前 哭诉了对皇帝灵性的经过 李太后心下明悟 于是刺激试探万历皇帝的态度 一天 万历皇帝到慈民宫来陪李太后吃饭 闲聊中 太后提及此事 皇帝却一声不吭 原来万历皇帝觉得 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 所以逆而不宣 可是 因此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王公妃而言,看似华丽的锦阳宫是冷宫更是牢笼 王公妃不仅享受不到皇妃的待遇,其生活条件也颇令人感叹 他墓中的随葬品除了为数不多的丝织品外,仅有银钉树莓和一些银质器物,金钉一枚也没有放 这件边缘已经破损的银盘便是王公妃生前一直使用的生活用品 可怀的王公妃就在这牢笼一样的锦阳宫里和儿子相依为命 熬过一个又一个长夜 他一天天盼着儿子长大,可命运偏偏不作美 等到儿子朱长落终于长大了 他们母子之间却被无情的禁令隔绝起来,再也不能相见 王公妃母子不能相见,源于令人头疼的立储问题 公元1586年正月,万里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长荀 皇帝爱窝及乌,对这个皇子非常疼爱 按照明朝组织,皇长子朱长落应该被立为太子 但万里皇帝不喜欢朱长落,更不喜欢他的母亲王公妃 于是在立储问题上迟疑不决 日子一天天过去,满朝文武呼吁尽快立储 以告天下百姓 慈宁宫里的李太后也十分着急 有一次质问儿子说 满朝文武屡屡上表 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 你为何老拖着 万里皇帝道 他是宫女的儿子,不便策利 文听此言,李太后龙头拐杖 往地上一倒说道 别忘了,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经李太后提醒,万里皇帝猛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不觉得满面羞愧 原来,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宫女 偶然一次被龙庆皇帝临庆,后来才生下了万里皇帝 看到皇帝不言语,李太后开导儿子说 皇公妃为朱家帝业留下了根表 他的儿子难道不是你的儿子? 在李太后的劝说和群臣的劝见下 公元1601年10月15日 万里皇帝迫不得已策利以二十岁的长子 朱长罗为皇太子 然而,与此同时 万里皇帝也宣布了一条禁令 得绝皇太子与母亲王公妃的联系 如无特别允许母子之间不得相见 王公妃因为见不到儿子 终日在景阳宫里以泪洗面 日子久了,竟呼瞎双眼 如今,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心里放不下的只有儿子朱长罗 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再见儿子最后一面 面对王公妃的请求 宫女们左右为难 他们明知禁令 却无法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请求 于是决定冒死去面见皇太子 太子闻讯后 一路小跑着去求见父皇 心里忐忑着 不知该如何跟父皇开口 关于他的生母 一直以来都是忌讳的话题 不可以说 不可以问 现在母亲将死 父皇会网开一面吗 幸运的是 朱长罗得到了准许 当他带着十岁的儿子朱友 叫匆匆赶到锦阳宫 看到宫门紧锁 经不住泪流满面 他无法想象母亲在这冷宫里 如何度日如年 朱长罗命人找来钥匙 打开宫门 积极踏进锦阳宫 母子相见 生死绝别 双目失明的王公飞 已经看不见儿子和孙子 只能匕首带眼 抚摸着儿子的衣服 拉着儿子放声哭泣 哭到最后 他欣慰地说了一句 儿长大如此 我死何恨 说罢 年仅47岁的王公飞 咽下最后一口气 离开了人世 王公飞 以他悲惨的身世 为锦阳宫染上了一层 抹不去的悲剧色彩 在他去世八年后 他的儿子朱长罗 如愿做了皇帝 然而 他在位仅一个月 就暴病身亡 还没有来得及为他可怜的母亲操办一场追念的礼仪 到时王公飞的孙子朱游教继承皇位后 想起自己的老祖母无限感慨 追视他为孝敬皇太后 把他迁葬到定陵 并补充了一些像样的随葬品 把他与万历皇帝合葬 万历皇帝临死之前 曾特意留下遗诏 命人将郑贵妃 禁封为皇后 以便日后与自己一起葬入定陵 然而 事与愿违 郑贵妃后来未能禁封皇后 死后也未能葬入定陵 相反一生饱受摧残和迫害的王公飞 最终以皇后的身份葬入定陵帝宫 王公飞去世33年后 明朝灭亡 清代皇帝不再把锦阳宫 用作嫔妃的寝宫 而把他作为储藏书画的地方 乾隆皇帝收藏的书画名品 如宋代马合之的诗经图 以及十二幅公训图等名画 都曾经收藏在这里